我是Melody美樂 瑤瑤是我二姐姐 在2021年的暑假 有一晚瑤瑤打電話給我 她說她很害怕很擔心 那天去討厄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她有齊所有新冠肺炎的症狀 如果她真的中了新冠肺炎 她就惹了很多老人家 那天她就在社區會堂 和老人家有活動 不知道好像唱歌還是什麼 所以她很擔心很擔心 自己如果是中了新冠 她就會惹到很多老人家 她打電話來問我 很害怕 問我怎麼辦 我在電話裡聽到她說 肚子 那我就有個意念 我就在想 咦她肚子 她吃了什麼很關鍵的 我去看看她吃了什麼 那我就祈禱上帝 我說上帝你讓我看看 遙遙究竟吃了什麼 為什麼會肚子 在那個意象裡 上帝就讓我看到 一大堆炒飯 又乾又硬又鬆散的炒飯 那我就問我姐姐 我說你是不是吃了炒飯 她就呆了呆了 她想了才說 是啊是啊我真的吃了炒飯 我說你不用怕啊 你不是中了新冠 你只不過是吃了太多炒飯 因為我在那個意象裡 看到她吃了很多炒飯 我說你吃得太多了 那你消化不良 所以肚子 你不是中了新冠 那她聽到我這樣說呢 她又很開心啊 當時她整個輕鬆了 好像燈一聲醒了那樣 釋放了那些憂慮那些懼怕 那第二天呢 遙遙就去做檢測啦 是沒事的 沒有中新冠的 在這件事上面呢 上帝被我們兩姐妹 一起經歷她的奇妙啊 還有她的看顧啦 她知道我姐姐很擔心 很害怕 她真的害怕到整個人發慌 不知道怎麼辦 好像害怕累了很多老人家 但是上帝被我 看到那堆炒飯呢 就大大的幫助了她 釋放了她 那我們兩個都很感恩 張榮耀歸回給神 我是姚姚 是Melody的姐姐 我現在要講我自己一個 很神奇的親身的見證 在去年的時候呢 我就有個機會 就和長者在社區會堂 相處了很多個小時 其實我那天呢 我就不舒服的 腸胃呢 就痾的 完了之後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一聽到我的症狀呢 就很緊張的說 不行啦 你所有的症狀都出來了 你現在要去做一個檢測啊 你要去找姑娘啊 又要這樣又要這樣 那我完了之後呢 我就很擔憂 很愁苦 我一直走 我就一直很害怕 跟神講神 怎麼辦呢 我是不是這樣 就傳染了給那些長者呢 他們年紀這麼大 萬一真的被我傳染了怎麼辦呢 那我真的很愁苦 我心裡又很害怕這樣 之後我就打電話給Melody 我說我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說醫生懷疑我呢 就感染了新冠 我又和長者相處了這麼多個小時 我現在很害怕 很擔憂 很受苦啊 那他呢 就跟我說 你不用怕的 你不是感染了 我現在呢 就看到神閉著我的眼睛 就看到你昨天呢 是吃了炒飯 那些炒飯呢 就令到你腸胃呢 就不舒服 有蛤有咬 所以醫生呢 先以為你是中了這個新冠 你不用怕 你沒事的這樣 那我當時呢 我就很驚訝了 為什麼我昨天吃了些東西呢 神呢 都藉著Melody呢 就告訴我聽 提醒我呢 這樣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神你真是這麼厲害的 我昨天吃了些什麼東西的話 我自己都已經不記得了 你就是這樣提醒我 叫我就放心 沒事的 我不是感染到 我只是吃錯東西 我當時呢 我真的感謝主 我當時呢 我真的感謝主 你真的感謝主 你提醒我 讓我現在呢 放下心頭大石呢 就知道我自己吃錯東西 沒事 那果然呢 第二天我自己 就去了做一個檢測 之後出來的報告呢 就平安沒事的了 我真的感謝主 這麼神奇的 Melody呢 又可以原原本本地 告訴我 我告訴我 我當時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情況 我吃了些什麼 吃了些什麼 真的很神奇 感謝主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